看样子,你们史莱克七怪人不全呢 戴木白,唐三和朱竹青都不在 我们也不占你们便宜 就野出四个人跟你们打一场好了 你们看如何 三个人吧 小五需要有人照顾 那我们就三对三好了 四元素学院众人商量了一下之后 风小天,火舞,火舞双三个人走了出来 小五,你和容容在这里 我马上就回来,走吧 双方六人在场地中央面面相对 我们要战的是史莱克七怪 而不是闲杂人等 你们不是来挑战我们史莱克学院的吗 是不是闲杂人等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小天兄,好久不见 各位此次前来我史莱克学院 绝对不会是无地放逝 在开打之前 是不是先把话说清楚 你认识我 赶门阁下市 五年不见,变化确实很大 难怪各位不认识我了 我是唐三 什么 你是唐三 以他们的认知 实在无法明白 为什么一个人的外貌和气质 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但奥斯卡和马洪俊 都没有反驳唐三的话 显然这个人说的是真的呀 风小天的神色 很快就变回正常 我们现在都在各自的学院认职 大家都是熟人了 我也不瞒你们 我们四元素学院同企联支 所以决定联合在一起 搬入天斗城 你们这里地方大 我们想搬进来 说的好听 不就是过来想占我们地盘吗 想的可真美 当然了 你们要是愿意 被我们史莱克学院收鞭吞并 小爷儿我们倒是没什么意见 死胖子 你胡说 你何不服单挑 亮了五魂出来就压制你 信不信 你 活武刚要发作 却被风小天拉出了手 五年了唐三 我想看看你们有多大的进步 来吧 切磋一下 等一下 小天兄 四元素学院这次派你们过来 这么说 你在四元素学院 能做这个谈判的主吗 四元素学院决定合并之后 小天因为出色的天赋 被破格认名为副院长 这次谈判 他可以全权代表学院 那不如这样 今日一战 如果我们赢了 就请四元素学院 不要再打我们学院的主意 当然 只要你们是出于 与五魂殿对抗的前提 留在天斗城 以后 你们就和史莱克 是盟友 这么说 你对自己很有信心了 看着风啸天犹豫的样子 唐三突然笑了 我看不如这样好了 就由我来单独领教三位的绝学 如果唐三输了 任凭三位处置 如果唐三赢了 今后四元素学院 看到史莱克学院 请退避三社 唐三 你也太狂了 好你个唐三 五年不见 你竟然变得这么嚣张 小天 答应他 我倒要看看 他有什么本事 同时对付我们三个人 唐三 你要是输了 就任凭我们处置 这可是你说的 也太独领听了 这次的